謝謝 媽媽黃嘉芊拿著大剪刀 要幫女兒夏天剪髮捐助癌症病痛 夏天鬼靈精怪的表情既興奮又緊張 夏天剪刀長頭髮會不會捨不得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對 還是會啦 很勇敢 因為說實在大人有時候剪髮 眼淚還是會掉下去 可是她今天沒有 很厲害 有啊 你有哭 沒有 我只是那個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啊 小女孩總是想留長頭髮當公主 但黃嘉芊讓夏天理解 癌症病痛的需要 成功說服女兒捐髮 還有捐助零用錢幫助別人 還爆料小小年紀的夏天 不但做公益很懂事 連戀愛都起步得早 已經收到小男童給的第一次告白 你最後只看到爸爸就匆匆忙忙的 媽咪就衝過來 我說什麼事 然後我說 我說發生什麼事 她說 她跟我告白 So romantic 過去夏天和爸爸一起上實境節目 莫可愛又乖巧的模樣 在大陸獲得高人氣 同樣帶孩子 上實境節目的陳小春 卻被孩子同言同語擺了一道 我很想會有那個媽媽去哪裡 是不是 因為我就因為有媽媽 Jasper被氣爸爸陳小春 想去找應才兒 果然孩子還是黏媽媽 但應才兒對教養也是有一套 兒子哭鬧耍賴不回家 她說會等她哭完 不會為之動搖 甚至直接把兒子抱上車 現在藝人教養下一代 讓他們自由展現 天真活潑的一面 但也跟孩子溝通 相信身教大於言教 愛他們之餘 也設立界線 不讓孩子無法無天 記者文凱誠 張彥晨 特別報導